要找标股要取经 我们现在要来跟国外的大事取经 对我想股票会标的话 短线的理由非常多 因为有时候是题材 有时候是业绩 或有些时候是这种 董监改选什么题材 但是如果一支股票 它要涨得久的话 我觉得跟业绩还是 有最大的一个关系 就像刚才国杰讲的国具 或者是今年的瑞绩 都是因为业绩突然 这个大幅的一个年成长 所以带动它股价 不断的往上走 那我想以这种业绩成长股来讲 其实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像彼得林区 或者是讲PEG的这个 Jim Slatter 还有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 威廉欧尼尔 那为什么我今天要特别介绍 威廉欧尼尔 因为我觉得他的方法很实用 为什么实用 因为他当初研究的方法 他当时候写了一本书 叫肖老股市 那这一本书呢 他是研究这个1953年到1990年 美国的所有的大标股 然后去研究他们这些大标股 有什么共同的特性 所以他是就像我们小时候考试一样 先知道要考什么 再去准备要念什么 就比较投机取巧的方法 那找到这些大标股 共同的特性之后 他把它写在他这一本 肖老股市的书里面 那这本书 其实已经出很多年 但是现在还是架上都还有的书 就表示说 他确实受到很多投资人的 这种推崇 那这本书里面 讲到的一个选股重点 就是这个CAN SLIM 一个七个英文字母CAN SLIM 这个CAN SLIM 其实是七个不同的这种选股的准则 所组成的一个单字 那C是什么意思 C就是说最近一季的 EPS的年增率要大于20% 他书里面提到的是 要大于25% 那最差最差要20% 所以我们取低标20% 那另外台股比较特别 因为台股算是少数会公布 这个月营收的股市 所以其实我们从最近三个月的月营收 如果它也能大幅的成长 就表示说即将公布的这个季的EPS 也有机会大幅成长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个是最近一季的营收 跟获利的一个部分 要大于20%年增幅 那再过来就是说 年度的EPS跟股东权益报储率要高 但是这个我就没有特别去讲一个数字 因为我自己去做筛选 如果说以他书里面的标准 年的EPS也是要成长20% 股东权益要大于25% 台股选出来设美几档股票 因为台股算是潜跌型的市场 它不像美股就是一涨就涨很多年 我们有时候台厂 很多都是这种供应链的厂商 是赚的是一个机会财 所以我觉得这个息是比较重要 那再过来N就是什么 新产品新动能跟股价突破底部区 就是突破最近的一个新高 新产品就像最近的AirPods 5G的基地台 这种都是新产品 电动车这种新产品 新动能就是很多的 像是美中贸易的一些转单效应 一些新的一个成长动能 还有重点就是说 股价要突破底部区 至少你要突破近期的一个高点 我们如果说你创历史新高 你不敢买 那你至少你要突破近期的一个新高 打出一个短底的股票 会比较好一点 S的话就是supply 就是筹码集中的热门小型股 那你流通在位的筹码少 其实就比较不会波动这么大 那公司想要做 或者是主力想要做的话 也比较好做上去 热门就是要量大 小型股最好挑这种 股本大概是50亿 最好是30亿以下的小型股 这种股票比较会波动 那再过来 L就是这个要挑强势股 Leader 不要挑这个落后不涨股 所以同一个族群里面 我们去看 比方说电源管理IC就好 这个系列就表示是最强的 就是你要挑整个族群里面 最强的那支股票 再过来就是法人机构有买的 不管是外资 不管是投信 如果他们持续在布局的股票 会是筹码相对稳定 还有就是大盘处于多头的一个趋势 目前大盘当然还是多头的一个趋势 我想大盘的一个多空 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方法 就是月均线 如果月均线之上你偏多操作 月均线之下你比较保守的话 基本上你大概都能够趋吉避凶 那很明显目前来讲 大盘都还是在月均线之上 就还是一个多头的一个走势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以这个 威廉欧尼尔的一个方法 选出来的股票 其实蛮多的 那我这边把它分为别类 皮盖股的部分 像是台郡 景硕 新日新等等 这边来讲都是这个 威廉欧尼尔的股票里面 选股方法里面挑出来的 他们的一个EPS 大概都是大幅的年增 或者是由亏转盈 亏转盈这边来讲 我觉得也是可以留意 因为台股投资人 非常喜欢亏转盈的股票 所以亏转盈或大幅年成长的 我觉得都是可以留意的 尤其第三季进入了 这个平盖股的拉获忘记 所以台郡这种指标股 觉得当然是可以留意 景硕等一下要跟大家做介绍 那新日新算是在 AirPods供应链里面 最受惠的一档股票 所以新日新也是可以留意 那再过来IC的部分 像是创伪 像是宏观店 他们都是在创高的个股 那从他们的获利也看得出来 都是大幅的一个成长 那预态来讲 等一下我跟大家做介绍 那我们再看这个下一页 就是在生计的部分 生计股当然今年获利好的股票 非常的多 比方说这个泰博 康纳乡 其实股价也都很强 还有像是这个其他 像是这个瑞基等等 其实表现都很强 那之所以为什么 今年的生计股特别强 除了说有一些 新要解盲成功的题材之外 确实也是有很多的生计股 他们今年获利是大幅的一个成长 那还有就是华为供应链 为什么我会把华为供应链 也纳进来 因为华为的 因为美中的这个冲突的关系 华为禁令的关系 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 它股价都蛮弱 那现在华为的这边来讲 禁令有望解除 或者是可能没有这么紧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低基期的华为干净股 这边都有补涨的一个机会 那等一下会针对各股 跟大家做个介绍 好 我们先请杰瑞回座 刚才看这个取经国外的大师 挑出来一些选股的法则 那也筛选出来这一些的这个标的 但是标的当中 可能还有一些会先涨的 有一些涨的比较多的 会是谁 我们稍后请杰瑞来 帮我们进行追踪 那既然想到选股 总要有一些sample吧 有一些例子 我们要请科斯来帮我们关心 好的 那我想这样指数很高 这里说不害怕是骗人的 但是指数高有些个股来量还是一个低基期 那从这一个月的一个市场卖动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低价的同班股 还涨得蛮高的 那我们开一档股票 这个1423的一个立华 这种在做羊毛天气这么热 你看那这个我们看 你看1423蹦蹦蹦 这也是跟柏杰讲的一样 这个是个隐形标股 那所以说现在市场上有个趋势是 它的一个低价的一个股票 相对来讲的话 低基期它占有优势 那这要选两档 这个最近有法人琢磨的一个低价的一个股票 那我想低档来讲的话 它是3481的一个群创啊 那群创来讲在上半年 这个被外资包括去年被卖的很惨 可是最近来讲的话 外资有翻空为多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而且6月份就买了20几张 而且这个投信来加入战局 那我想未来这几天 这些法人应该会把它这个 我在月底前会把它做账做上去 事实上这个群创跟友达 它的一个基本面真的是还算不错 尤其群创来讲 你看它净值高达23块 它股价跟净值比只有0.3倍 也就是表示10块的东西 我们只要用3块就可以买得到 真的是市场是很便宜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如果说怕这种公司负债很多 那它这个财务结构不好 那可能会出现倒闭的一个现象 事实上群创它控制的很好 它的一个负债比只有36.7% 财务还算见钱 所以说那今年 去年虽然赔钱 它还是一试一试 骗0.1元的一个现金给你 那它的一个毛利率已经走到负1.7元 那只要它价格稍微涨一下 我想这马上转亏为盈 有转亏为盈的一个个股来讲的话 这个股价就容易产生比较大的一个拉斧的情况 那目前应该受疫情的关系的影响 这个群创它有做一个所谓的一个医疗的一个面板 那目前来讲的话 很多集单都进去 包括呼吸器 包括手术房里面的所有的这些都要用到所谓面板的一个情况 而且在疫情的一个情况之下 最近最夯的就是NB 尤其摄像镜头 或者是面板来讲 我想这里的一个集单 包括它整个成长率比较高的话 它理论上它是会产生一个所谓的油窥转盈的一个现象 难怪最近来讲整个法人都出现一个出众手 在回补这个友达前创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第二档来讲的话是星光金 那这里是长线的一个股票 那这会跌也是因为外资法人的一个跌 那以后会涨也是外资法人 这个认错回补的一个买盘 那它的一个6月份也买差了12万张 那这里是一个很好做中长线布局的一个时刻 那它因为这个上上个月有出一个现金增值 4.2亿股 那也目前的一个 以它的一个股价是7.8元 事实上离现在的股价不是差很远 但是它可以改造 它的所谓的一个整个财务的一个状态 那它细算之后 把去年的真正的授险 因为授险的财报真的很难看 你的新保单进来 然后这边买利率 然后那边买债券 然后利率的一个亏损 很难去拿捏 但是它做一个精算师的一个军算之后 事实上它的一个隐藏价值 EV它整个是23.3元 那如果把所有东西都卖掉的一个精算价值来讲 也高达31块 那所以说我们也不到这个四分之一的价格 去买这样的一个公司来讲 它的报酬跟风险来讲 相对报酬是比较有利的 那并往掩护证券之后 它整个金控的一个版图还算蛮好的 那它的一个也推数位银行 那成长性理论上是算是蛮高 我们看看星光金的一个现行 那就逐步走高 那我们看一下周线 那事实上这种低价股 稍微涨一下 事实上它的弧度会比较高一点 那趁在这边打底的一个过程当中 可以逢低做存股的一个布局 好 现阶段真的还有标股可寻吗 我们稍后继续追踪